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各式各样的环境 各式各样的环境都可以拍出自己满意 而且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非常厉害的作品 所以在这几堂课呢 我就会针对微单眼的功能 还有各种主题来做一个 就是微单眼实战的应用 那首先像在第一堂课 我就会针对微单眼的特性 来讲解说第一什么是微单眼 第二如何用微单眼去了解像光圈 快门感光度 这一类型的最基本的设定 那在第二堂课呢 我还会在介绍各式各样的主题 比如说遇到像美双女外拍的时候 或者在拍家里可爱的小朋友的时候 或者宠物 或者是像一些生活日常生活中 所会遇到的一些光影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 不错的创作题材的时候 要如何用自己手上的器材 去做良好的运用 那第三堂课也非常好玩 首先我们会有风景 风景的那个实拍介绍 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溪流 还有花卉摄影 还有美食摄影 来让大家了解说 当我今天出去玩的时候 要如何用微单眼相机拍出 像是说天高地阔的风景照片之外 当我们在旅途中吃美食的时候呢 也可以拍出 好诱人的美食照片 然后接下来呢 还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 是会集结这几年来 我所用微单眼在非常非常多国家 所拍摄出来的作品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说 像这种长城的旅游 要如何就是使用微单眼相机 要如何运用一些就构图的法则 来拍出好的作品 来让大家看了作品以后 那些旅程的印象会深深的留在心里 那还会有最后一次的课程呢 是我们会邀请美丽可爱的model 让大家带了微单眼相机 搭配各式各样的镜头 到出去外面找一个好的地点 来做一次很棒的外拍 那时间也会在三个小时左右 所以在这三个小时 我会一一讲解 遇到各式各样的环境 像是说人物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场景 以及说像是空拍的时候呢 就是单景没有 即使没有人的时候 也可以用适当的构图 拍出好的画面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会在这十二个小时的课程里面呢 相信大家就是上完这十二个小时的课 都可以用微单眼相机 拍出精彩 而且完全不输给单眼相机的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一模 人的脸放在上面的几次 叫会脸的这两点的话 尤其眼睛的部分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 来我们直接来构图看看 一看 例如说现在拍它的话呢 我会做第一件事 就是我的偷偷 你觉得 像是自己拿 不要太高这样 为什么 就是这样稍微 放下来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画面 即刻变得很不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